2023年12月23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668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在前线各处集结了大批军队 向乌军阵地发起攻击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丁里伯和前线乌军控制的柯林基桥豆堡 昨天遭到了俄罗斯FAB-1500 华翔炸弹的袭击 具体伤亡未知 在另一边 俄罗斯是一套TOSEA 被柯林基附近被摧毁了 这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的第三套 过去一段时间 俄军竭尽所能 想将地内伯和左岸的乌克兰军队击退 但乌克兰部队在森林和沼泽中处于有利位置 他们很难实现目标 每一次都在遭受大量损失后败走 双方的战损比超过了10比1 新焦点 新海利夫卡前线 在村子以南 俄军控制的区域比先前确认的要多 乌军在昨天的战斗中 在红泉地区逼退了俄罗斯人 这里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乌克兰无人飞机观察到 俄罗斯人在一辆被摧毁的车辆上 放置了假尸体 不清楚为什么 想搞偷袭吗 南部战区 在经历了俄军在卢伯蒂尼西面的几次大规模反击之后 乌军已经成功的将俄罗斯人击退到灰色地带 并控制了卢伯蒂尼以西的几条林线 地雷定位录像 证实了乌军在这片区域的存在 东部战区 过去24小时 俄军在库贝扬斯克 莱曼的南段河 莱曼 克里米纳一线发起了二战式的步兵冲锋 时光在这里似乎倒流了 历史在线 比任何二战电影都真实 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 朋友来了有好久 若是那豺狼来了有猎枪 不是猎枪 是棘手弹药和火炮 这不是雌果果的屠杀吗 强烈谴责乌坎武装部队 太不人道了 阿布迪夫卡前线 俄军在北端的斯特伯威村的郊外 也发动了人浪冲锋 再次 这是战斗结束后 乌克兰无人机清查战场的视频 阿布迪夫卡是比巴赫木特强度大的 多的绞肉机 俄罗斯人以为巴赫木特能用人肉滚下来 阿布迪夫卡也一定能用肉和铁滚下来 不幸的是他们失算了 阿布迪夫卡已经成了俄罗斯步兵和惩戒营士兵的噩梦 但是目前还不是格拉西莫夫的噩梦 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俄罗斯有什么损失 他还在继续说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顺便说一下 乌军第47旅在简中网内被全捡好几次了 但就在昨天 他们还在阿布迪夫卡北端 开着布莱德利战车 进攻俄罗斯人的阵地 攻击完成后 在烟雾弹的掩护下顺利返回 乌总参公布的多日战果 35万加了 俄罗斯士兵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回家 要么被埋在乌韩的土地里 内幕专栏作者认为 乌军明年的作战思路 将还是守住在反击 乌军非常擅长 对来袭俄军造成重大伤亡 任何人在与乌克兰步兵交谈时 都会提到俄罗斯对其士兵生命的毫不在意 没有哪个乌韩将军 比他们的指挥官 格拉西莫夫将军 给俄军造成的伤亡更多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 乌克兰SBO负责人瓦西里·马柳克 在接受政客采访时表示 明年SBO计划增加深入俄罗斯 临时占领的乌韩领土和俄罗斯本土的行动数量 以使战争更接近克里米林宫 马柳克保证 他和他的下属一直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因此棉花将继续燃烧 在谈到对克里米亚克制大桥的袭击时 马柳克评论道 在发动袭击之前 我们会仔细考虑目标 试图遵循战争规则 这与俄罗斯不同 俄罗斯总是向军事和民目标发射导弹 火炮和无人机 我们在军事设施或敌人用来执行战斗任务的设施中工作 我们完全按照国际法准则运作 乌克兰立法也允许我们攻击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摧毁敌人的物质和技术支持 一名来自中国的俄罗斯雇佣兵赵锐 在南部战区的新普罗 波夫卡地区被杀 赵瑞1985年出生 来自中国重庆 据说他去乌克兰是打日本人 一名技术高超的乌韩医生 硬是把一位战士从死亡线上救下 他利用吸金属的工具 将子弹从心脏中央吸了出来 尽管经历了艰难的一年 乌韩人已经取得了许多胜利 打击了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 俄罗斯人正在经历通货膨胀 导致的消费需求增加 IUF、RAS监测预测到2024年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为50% 汇率为120卢布对1美元 项利总理欧尔班 接受了泽连斯基的双边会晤邀请 这应当是自战争开始以来 这些领导人之间的首次正式双边会晤 国际援助方面 加拿大装甲车制造商帕尔特尔 最近庆祝向交付第1000辆装甲车 荷兰分配了一个新的一篮子援助计划 作为2024年 20亿美元一篮子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批准向乌克兰 提供价值1.06亿欧元的一篮子军事援助 在刚刚宣布了一个大的援助包后 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又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德国将再提供8850万欧元 帮助加强乌克兰能源系统的弹性 此外 根据最新消息 美国国会将能够通过对乌克兰的一篮子援助计划 该计划将持续到年底 即明年1月中旬 据民主党国会议员奎克利说 如果这项法案不被批准 还有一个B计划 简直网内唱衰乌克兰的音量很大 但是西方将放弃乌克兰这样 黄枪走板的预言都传了很多轮了 然而最后是温情时刻 一名受伤的乌克兰老兵 在将要路过马路时将雾袋掉落在地上 在路人的帮助下 他捡回来两个橘子 街头卖水果蔬菜的大婶 给他装满了一袋子食物 免费赠送 看到这一幕让人不禁泪流满面 欧洲领导人计划在明年2月的峰会上 讨论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资金的一篮子计划 尽管匈牙利反对欧盟的长期预算 德国无人机制导商正在乌克兰创建一个 独立的研发中心 并计划聘请专家 意大利将延长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 至2024年底 12月19日 意大利内阁通过了一项法律 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设施材料和设备的期限 延长至2024年年底 该国国防部指出 这些物资不仅包括武器 还包括发电机和支持保护 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军事行动所需的一切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文伦表示 法国和英国将支持乌克兰 抗击俄罗斯入侵 无论需要多久 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后 欧洲终于认清了形势 克里姆林宫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了 欧洲的支持并没有被他们吓美 更重要的是 乌克兰人也没有在俄罗斯血腥的进攻中退缩 紫莲斯基在昨天的夜间讲话中说到 战争战略不会改变 1991年的边界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绝不会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在北越 而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一部分不在北越 有人问我 为何始终认为乌克兰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世上最难征服的是人心 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心 俄罗斯也许会在某个时间段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但他们注定无法让乌克兰人屈服 不管克里姆林宫需要多久来接受这一点 公元前五世纪 松散的希腊城邦坚持了50年 终于击败了强大的波斯 波斯国王曾经疑惑的问一名希腊俘虏 你们明明处于绝对劣势 为何还要与我对抗 对方骄傲的回答说 为了自由 是的 为了自由 ビ град Life 专门 有